Hello大家好我是小玲 今天呢小玲要介绍的玩具是我们好久不见的变形警车Poly 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要介绍的玩具是不是超级大型呢 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变形警车Poly的大本营了 现在呢我们就来把箱子打开 好了现在呢我们的变形警车Poly的大本营呢已经拿出来了 我们先来组装一下它 现在呢我们的组装就全部完成了 接下来呢就要把这些漂亮的贴纸呢也贴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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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呢 我们的贴纸也全部贴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救助大本营 现在呢 我们把它打开 看看里面的构造 这就是我们救助大本营的全貌了 孩子们 我们到本部了 赶快进去吧 现在呢 我们的Potty要进去了 把门打开 Potty的房间呢 在这里对不对 Potty 所以呢 直接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是我们的罗伊 进来 然后我们的罗伊的房间呢 在这一边 所以这个门是可以转动的哦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安巴 进去 它的房间呢 在这边 所以呢 转过来 最后呢 是我们的海力 我们的海力呢 它的家在这里 这一边呢 就是我们的救护车 安保的区域了 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对车进行修理 然后呢 在这边待命就可以了 如果这边操纵是说 安巴 要出动了 那我们的安巴 怎么出动呢 我们的安巴呢 就移动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按下这个红色的按钮 就 出动 然后这个区域呢 就是我们罗伊的区域了 罗伊呢 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进行 对消防车的修理哦 我们可以把这个摇起来 哇哦 这样摇起来之后呢 就可以对车呢 进行修理 然后放下去之后呢 修理完成之后 就可以直接这边 出动 如果呢 我们的操纵是说 罗伊出动 那么我们的罗伊呢 就要移动到这个地方 来进行快速的出动 按下红色的按钮 这里呢 是我们Poly的停车场 这是一个可以转动的停车场哦 当我们的Poly呢 收到了紧急出动的消息之后呢 就从这里呢 移动到这里 我们的Poly呢 到达这个地方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快速的出动了 按下这一个红色的按钮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海力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操纵室里面说 海力出动 我们的这个海力呢 就打开这个天窗盖子 然后直接就可以 出动了 刚刚收到紧急通知 刚刚收到紧急通知 现在呢 全员准备出动 全员准备出动 孩子们出动了 出动 出动 最后我们的海力 出动了 好了 今天呢 小林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一个 变形警车 Poly的救助大粉银玩具 怎么样 非常酷吧 以后呢 大家如果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需要救助的话呢 不要忘了拨打救助电话哦 那么我们的 Poly 安巴 罗伊 还有海力呢 就会去救助你哦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订阅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掰掰